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韩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瞄准大型科技公司 然后遭到了强烈反对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将于周五在慕尼黑会面 香港股市因全球基金看涨而上涨 小鹏汽车因指数审查而大幅上涨 中国建筑商洛根因清算申请失败而获得喘息 中国春节期间的旅行激增预示着消费支出的回升 请大家收看 韩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瞄准大型科技公司 然后遭到了强烈反对 纽约时报 韩国政府推迟了一项新的竞争法的实施 该法将限制主要科技公司的影响力 原因是遭到了行业游说团体和消费者的反对 该法案以欧盟的数字市场法为蓝本 旨在将某些公司确定为主导平台 并限制他们进入新领域的能力 韩国互联网公司反对该法案 并表示这是不必要的 并将使来自中国的新兴竞争对手受益 该法案的引入时间 受到即将到来的4月份的大选的影响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将于周五在慕尼黑会面 日经亚洲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将于周五在慕尼黑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 这次会晤是为了增加高层接触 而且在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数月之后举行 这次会晤旨在继续推进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的峰会后的工作 他们同意重新开启军事对话渠道 并共同应对跨国挑战 尽管在各种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和中国已经采取了重启合作的步骤 包括成立一个打击分泰尼出口的工作组 并计划就安全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对话 香港股市因全球基金看涨而上涨 小鹏汽车因指数审查而大幅上涨 南华早报 由于估值便宜 基金经理对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变得乐观 香港股市上涨 有传言称 小鹏汽车、京东物流和太古地产将于下个月加入基准指数 这也推动了市场 恒生指数上涨了1.2% 科技指数上涨了1.7% 根据其监管文件 阿里巴巴集团和京东商城成为迈克尔 博里的Sion Asset Management的头号持股 在中国当局干预市场并提振信心后 市场情绪有所改善 中国建筑商洛根因清算申请失败而获得喘息 彭博社 中国开发商乐高集团获得了更多时间来制定债务重组计划 此前香港法院驳回了债权人要求清算该公司两个关键子公司的申请 一些乐高美元债券的受托人 中信国际有限公司对这两个子公司提出了清盘申请 这一裁决为乐高提供了喘息的时间 因为该公司上个月的重组努力遇到了阻碍 该公司计划在4月底前与所有债权人团体签署支持协议 已完成其80亿美元的离岸债务重组计划 截至2022年底 乐高的总负债约为2265亿元人民币320亿美元 中国春节期间的旅行激增预示着消费支出的回升 彭博社 中国农历新年假期期间旅游业的复苏迹象表明了该国经济消费支出的回升 在全国假期的前六天里 铁路旅行次数超过6100万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1% 旅游增长对于一个正面临增长 通缩和消费者信心低迷等问题的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 然而 更为低调的票房收入数据表明 消费者可能在每次旅行中减少了他们的消费 中国在WTO余业谈判中 不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 南华早报 中国已经表示 不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 达成一项新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关于打击过度捕捞的协议 这项禁止鼓励过度捕捞的有害补贴的协议 于2022年达成 然而 一些问题仍未解决 WTO的164个成员 希望在本月底举行的第13届部长级会议上 达成第二个关于补贴导致过度捕捞和过度产能的协议 作为主要提供余业补贴的国家之一 中国受到密切关注 看它是否会利用其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或接受更严格的规定 英雄救援者虐待了他所拯救的朝鲜少年 BBC 韩国牧师全机员 因在首尔的寄宿学校 性侵朝鲜少年叛逃者而被判入于五言 曾因走私数百名朝鲜人 而被誉为英雄的全机员 被指控猥亵六名朝鲜少年 其中包括在他创办的替代学校宿舍里睡觉的叛逃者 全机员否认了这些指控 但法庭认定受害者的证据无可辩驳 这个案件震惊了韩国 全机员多年来被视为就是主班的人物 由圣米格尔集团领导的团队 赢得了菲律宾30亿美元的机场改造项目 日经亚洲 菲律宾选择由圣米格尔公司SMC领导的财团 来修复和运营马尼拉的尼诺伊 阿基诺国际机场NEA 该财团还包括RLW航空发展 RMM亚洲物流和韩国的人川国际机场 他们通过向中央政府提供82%的收入 来赢得了运营该机场的许可 这一收入分成的提议 明显高于其他竞争者的提议 预计 NEA的修复将使其年课流量增加到6200万人次 是其设计容量的两倍 菲律宾将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 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风险与回报不具吸引力 中国不太可能降低主要政策利率 南华早报 预计中国人民银行PBOC将保持现金条件和货币政策基本稳定 因为其关注的焦点是其疲软的货币 预计PBOC将保持一年期政策贷款利率在2.5% 因为它不希望增加人民币波动性的担忧 政策制定者还预计将等待进一步证据表明 该国经济增长放缓 PBOC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振该国的情绪 包括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RRR 美国向中国展示军事实力 TikTok CEO受到质询 7个亮点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今年美国很可能将近一半的航空母舰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 已是对中国和朝鲜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活动的威慑 此举发生在美中两国在贸易 人权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 与此同时 新加坡驻华盛顿的高级特使暗示 最近对TikTok首席执行官的盘问 设计其国籍和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可能会削弱新加坡对美国的看法 中国房地产风险和美联储的转变给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带来压力 彭博社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报告财报时 可能面临来自中国房地产业务和美联储利率转变的风险 预计这两家银行的利润率将会下降 而渣打银行正在考虑重组其机构银行部门 可能包括裁员 由于中国商业地产的抵押风险和坏账增加 贷款损失也预计会超过共识估计 投资者将特别关注汇丰银行的业绩 因为他们关注其对美联储货币宽松政策的敏感性 去年 日本和中国的基金卖出了创纪录数量的美国股票 彭博社 2023年 日本和中国投资者以双位数回报为由 卖出了创纪录的美国股票 日本投资者竟卖出了价值308亿美元的美国股票 而中国投资者卖出了197亿美元 这些数字代表 自197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国股票抛售 尽管如此 日本投资者自2014年以来首次成为美国国债的净买家 2023年购买了195亿美元 然而 中国基金连续第二年对美国政府债务持悲观态度 销售额达682亿美元 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困境 金融时报 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决定出售其在中国新疆地区的两个工厂的股份 原因是其当地合资伙伴涉嫌侵犯人权 此举凸显了在中国经营的西方企业面临的挑战 即如何平衡其本国投资者的价值观与中国政府 欧盟和美国针对新疆供应链的立法 巴斯夫的决定可能会对大众汽车施加压力 后者是在新疆唯一剩下的德国大型集团 要么采取同样的行动 要么提供更多关于其在该地区活动的信息 香港海关逮捕了7人 涉嫌与跨国犯罪有关的18亿美元洗钱案 雅虎 香港海关官员已逮捕了7名与该地区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洗钱案有关的人 这次逮捕是与印度和其他地方执法机构 合作的一次行动的一部分 当局怀疑这笔金额达到140亿港元 18亿美元的资金与印度的一个移动应用诈骗有关 据称 这个团伙使用空壳公司和银行账户将资金转移到香港 调查仍在进行中 香港的货鸡将再次参加世界游泳局赛 而中国的潘则获得金牌 南华早报 香港的贺一在世界水上运动锦标赛上成功晋级100米自由泳局赛 贺一在预赛中以第二名的速度完赛 他曾在200米项目上赢得香港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与此同时 中国的潘战乐在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获胜 他此前在接力项目中打破了世界纪录 潘现在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威士忌在中国以白酒为主导的市场上发力 BBC 预计到2027年 中国的威士忌销量将增长两倍 这主要得益于年轻 中产阶级 城市居民 受过教育 且越来越多为女性的消费者 根据欧瑞国际的数据 2022年中国的威士忌销售额达到23亿美元 包括宝勒利加和第二级欧在内的国际饮品品牌 正在投资中国的酿酒厂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香港的会计监管机构准备发挥监管力量 主席表示 南华早报 根据香港会计及财务报告委员会AFRC主席的说法 自从五年前获得更多权力以来 该委员会对审计违规行为的投诉和调查数量有所增加 与2019年相比 该监管机构的投诉数量在今年1月份几乎增加了三倍 达到了169起 而调查数量在同一时期增加了近5倍 从46起增加到了207起 AFRC成立于2006年 并在两年前接管了香港特许公共会计师工会 对上市公司审计师的所有监管和纪律检查工作 中国将等待人民币和数据稳定后再考虑降息 彭博社 据分析师预测 中国人民银行PBOC预计将保持货币政策不变 引起关注汇率的走弱 预计 PBOC将在周日保持一年期政策贷款及中期借贷便利MLF 利率稳定在2.5% 然而 价值4,990亿元人民币694亿美元的MLF贷款即将到期 大多数分析师认为 本月到期的贷款与MLF发行量几乎没有变化 美国表示 俄罗斯正在开发令人担忧的基于太空的反卫星武器 半岛电视台 据白宫称 俄罗斯正在研发一种基于太空的反卫星武器 这是令人担忧的 但目前并没有立即威胁 据称 该武器对低轨道的宇航员构成致命风险 并可能干扰重要的军事和民用卫星 这也将违反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 美国目前正在分析这些信息 并与欧洲盟友进行磋商 专家表示 美国没有能力对抗这种武器 美国总统乔·拜登已经得到了通报 并要求与莫斯科进行直接外交接触 就这种武器进行对话 投资者纷纷离开 因为印度的初创企业故事已经超越了大都市 日金亚洲 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印度的三线城市 进行初创企业投资 根据研究公司Trekston的数据 尽管整体融资放缓 但这些较小城市的初创企业融资 在2023年达到了5970万美元 二线和三线城市初创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数量 也从2021年的500万增加到2023年的1500万 中央和各邦政府的倡议和政策 为初创企业创造了有吸引力的条件 增强的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 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兴趣 Tetra Pak帮助中国的乳制品厂实现自动化 并减少浪费和排放 南华早报 总部位于瑞士的Tetra Pak 正在帮助中国的乳制品行业实现自动化和创新 以提高效率和可持续性 Tetra Pak的加工解决方案和设备执行副总裁查尔斯 布兰德表示 能源和水资源成本的增加 促使食品生产商升级设施以节约成本 并减少能源和资源的使用 Tetra Pak在中国的主要食品加工设备工厂 位于江苏省昆山市 Tetra Pak在2022年的收入为125亿欧元 117亿美元 其中36%来自亚太地区 香港人对湾区潜力有所觉醒 但专家表示还需要更多努力 南华早报 香港正在逐渐认识到大湾区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该倡议旨在将该地区在2035年 打造成一个高科技经济强国 大湾区包括香港 澳门和广东的9个城市 一些措施 如允许香港车辆北上旅行 和新的陆路检查站基础设施项目 使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 变得比以往更加容易 然而 专家和政治家表示 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因为香港尚未充分利用 大湾区倡议所带来的机遇 他们认为 为了保持对内地城市的优势 香港需要加快新产业的发展 每年有数百万只驴 被杀害以制作药物 BBC 近年来 驴皮贸易迅速增长 引发了人们对动物福利 和驴种群可持续性的担忧 根据驴保护协会的一份报告 由于传统中药 恶交的需求 全球每年至少有590万头驴 被屠宰 该慈善机构估计 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 肯尼亚一半的驴被杀害 已获取棋皮 预计非洲联盟峰会 将考虑禁止在整个非洲 屠宰和出口驴 中国已在非洲 南美和亚洲建立了驴屠宰场 因为其国内驴种群 从1990年的1100万头 下降到去年的不到200万头 然而 活动人士担心 禁令只会将贸易推入地下 这一不断增长的贸易 引发了对公共卫生的担忧 因为驴皮的运输 往往用于走私 其他非法野生动物产品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三项 关于中国人权和亚太合作的法案 南华早报 周四 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通过了三项 关注中国人权状况 和美国与亚太盟友安全合作的立法 其中第一项 由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精英 Young Team提出 授权进一步采取行动 保护中国维吾尔族人口 免受所谓的人权侵犯 包括在美国国务院 任命维吾尔问题特别协调员 第二项 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吉姆 麦格文 Jim McGovern 赞助 修订了2002年的西藏政策法 授权采取措施 对抗北京方面 关于该自治区的虚假信息 第三项 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格雷格里 米克斯 Gregory Mix 赞助 建立了一个美国与四方安全对话的 其他三个成员国 澳大利亚 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跨议会工作组 焦虑的世界领导人涌向慕尼黑 外交政策 慕尼黑安全会议MSC 在德国开始 讨论了许多重要的国际安全问题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 政策制定者担心 随着西方对乌克兰的承诺动摇 联盟关系正在削弱 另一个关键议题是 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这引起了欧洲的美国盟友的担忧 乔、拜登和唐纳德 特朗普之间再次对决的可能性 令欧洲领导人感到不安 此外 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 欧洲正在努力确定 是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 还是地缘政治威胁 最后 中东危机也是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欧洲政策制定者担心 美国及其盟友 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 军事行动方面的立场上 失去了全球支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新闻 从韩国的反垄断执法 到中国的军事实力展示 再到印度的初创企业投资 各种各样的话题 都让我们目不暇接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吧 首先 韩国推迟了一项新的竞争法的实施 该法旨在限制主要科技公司的影响力 这一决定引发了争议 因为一些人认为 这将不利于市场竞争和创新 同时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 在慕尼黑会晤 旨在推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对话 此外 香港股市上涨 中国的建筑商洛根 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中国的旅游业复苏迹象表明 消费支出正在回升 此外 中国在WTO与业谈判中 表示不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 并且有关中国牧师性侵朝鲜少年的案件 引发了韩国社会的震惊 此外 菲律宾选择了由圣米格尔集团领导的团队 来修复和运营马尼拉的尼诺伊 阿基诺国际机场 这将为菲律宾的经济增长 提供重要的驱动力 而中国的房地产风险和美联储的转变 给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带来了压力 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纷纷卖出了美国股票 另外 德国企业在中国面临着困境 需要平衡投资者的价值观 和中国政府的法规要求 另外 香港海关逮捕了涉嫌洗钱的犯罪团伙 中国的游泳冠军 在世界游泳决赛中取得了好成绩 中国的威士忌销量 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而香港的会计监管机构 准备发挥更大的监管力量 最后 我们还了解到 鱼皮贸易的快速增长 引发了人们对动物福利 和旅种群可持续性的担忧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三项 关于中国人权和亚太合作的法案 慕尼黑安全会议 讨论了国际安全问题 以及印度的初创企业投资 正朝着三线城市发展 那么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 对于韩国推迟竞争法实施的决定 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 在科技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我们需要更加注重 平衡市场竞争和创新的关系 同时 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外交官会晤 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显示两国正在寻求合作和对话的机会 这对于解决双边和全球性的问题 非常重要 此外 中国股市的上涨和旅游业的复苏 表明经济消费支出正在回升 这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 我们也要注意到 消费者在旅行中减少消费的现象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不确定性 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所导致的 在中国建筑商洛根 获得喘息的同时 我们也要关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以及对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压力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并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 最后 鱼皮贸易的增长 引发了人们对动物福利 和可持续性的担忧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措施 保护动物的权益 并寻求替代的解决方案 此外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 关于中国人权和亚太合作的法案 也显示了国际社会 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重视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 一些观点和思考 我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见解 并引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